最近很想给你写封信 2010年12月25号 我带着所有的行李离开你 离开了我们共同生活了五年的家 你下车的时候给我指路 叫我说我开了新家去 告别时我们没说再见 于是再也没见 你曾经说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记得要告诉你 我倒是想离开你 就是我最大的困难了 以后我还会惧怕什么呢 我错了 后来我经常梦到你 梦见争吵醒来还是愤怒 梦见原谅醒来已会释怀 梦见重逢续秀 却再次永隔天涯 于是醒来就会失声痛哭 肝肠孙端 这样的日子也很困难 这个梦境联系剧 剧情从未重复 最终走向和解和释怀 我想更困难的也过去了 可是 我又错了 2012年6月6号 身边许多朋友登记结婚 我却在这一天拿到了一张诊断书 上面写着癌症 只有一行字 我读了五页 好像都没读透它的含义 当然如果手术顺利 它甚至都不会影响寿命 可是寿命从来都不是一场倒计时 它本来就是活得一天 就要珍惜一天的欢喜 我喜欢吵得一首豪彩 料理家务 跟父母和谐 这些都是你给的礼物 再也不见 又有什么关系 我拥有了这么多朋友 实现了这么多梦想 经历了这么多生命的力量和奇迹 中文壮